与日作家李勤锋 以新作《彼岸花》盛开之导 获得日本纯文学最高荣誉的借川奖 是第一位获得此奖项的台湾人 获奖后李勤锋第一时间 接受中央设计的专访 他表示自己尽力把认为 重要的问题意识写进去 并努力写好小说 所以得奖是理所当然的 得奖是理所当然的 那理所当然并不是说 我觉得我的作品比别人的作品还要好 而是我觉得我的作品 我有在自己的作品中放尽全力 并且努力地把它写好了 然后把想起的东西写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不管得什么奖 就是都是理所当然的 李勤锋尝试在小说中进行语言的实验 创造三种新的语言 有评审认为 虽然这部作品中有些用字潜词不够细致 但融入多种语言 凸显日语有在变化 因此得到借川奖 对日本文学有很大的意义 小说里面用了三种语言 而且这三种语言都是自己创造出来的 对那 所以其实这样的小说我自己没有读过 对那是我自己蛮想试试看这样的语言实验的 那什么语言其实就是把中文 日文台语以及某些琉球语混合在一起做出一个新的语言 就是一种克里奥语这样子 对那当然会有这样子的构想啊 就是部分语言是因为我自己主修语言学 主修过语言学 然后再来就是我知道台湾的宜兰那边有一个 就是跟日语混合而成的克里奥语 所以有这样的经验 有这样的知识 都会让我想说那要不要 或许可以自己做一个语言实验试试看 然后就把它写出来了 记者会上有日本媒体指出 新作品写到中国与台湾之间的关系 李清风认为 政治影响生活很多层面 因此在写作上不会刻意回避 因为政治呢 的确就是影响了我们生活的很多层面啊 那包括我们 我们的生活上面的很多难题跟困境 其实都来自于政治因素 所以我觉得小说或是文学这东西 没有必要刻意避开 或是避谈政治因素 特别是对近年 台湾跟中国的局势又很紧张 所以当然这样的作品也很多 所以我觉得去写这样的东西 因为它确实就是影响了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人生 甚至影响我们的生死 所以我觉得是必须要写的 李清风认为 台湾曾被日本统治过50年 对日本文化接受的速度非常快 也因此让他有机会清净日文 15岁开始学习日语 23岁旅居日本 28岁才出版第一本日语小说 如今31岁的李清风 以获介川奖肯定 写下自己新的高峰